陈妈 陈妈 你怎么来了 陈妈说把停电出去买蜡烛了 我帮她给你留门 吃饭了吗 吃了 我给你倒杯水啊 不用 你喝酒了 你来送 小黄 我刚才 去银柜了 所有积蓄都在这儿 有了这些钱 咱们去国外一样的生活的特别好 我说我要跟你走吗 你答应我的 我是答应过你 可是那是有条件的 就是评论我 小黄我 我刚才都看见了 全都看见了 你真的你没必要那么接 我已经是有家事的人 他不可夷跟你在一起 就算他跟你在一起 你监视我 你居然敢监视我 我既然我怎么了 我喜欢他我乐意 怎么了你嫉妒了 你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吗 我眼睁睁地看着仇人 可是我却不能杀了他 我生不如死了 是你 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都是你自找的 胡乃良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你就不是一个男人 你在齐北眼里你就是一只 老鼠 怎么你说话呀 我让你干什么的 我让你干什么的 你放开我 我让你放了 你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相信吗 上苍是有眼睛的 这双眼睛从来就没眨过 一直盯着我 盯着你 盯着世上所有的人 我信 现在看来 有些事情呢 把他藏成秘密 是不明智的 应该把这个秘密 放回到阳光下 有件事你一直想知道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就是你要找的袍丁 是我下的命令 枪毙了今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是共产党 是国家的敌人 他是我弟弟 他是共产党 在上海的四杆枪之一 所以他必须死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逼我来当调处 让我离你那么近 你不怕我杀你 我不怕死 更不怕寻仇 这枪里 有一颗子弹是属于我的 我希望死在你的手里 请务长 你让他睡觉 你没有做的 我已经是国家的 你如果有什么 你为什么要像我 你如果说 你为什么要做 我怎么会有一个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到底是什么 你怎么办 我的时代结束 谢谢 加糖 不用了 谢谢 胡喊良死了 谁干的 有人说是共产党 不过 这事蹊跷 没那么简单 有人说是寻左 还有人说是东北军 更有人说是伍伯英 伍伯英 怎么可能呢 在别人看来 胡喊良死了 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没有利益 谁会干这个事呢 马志贤杀死了胡喊良 让自己转为为安 至于胡喊良究竟死在谁的手上 齐北也不想再去追究了 西星座 武喊良 Puis求你 去收尾 味着 什么 什么 你 这 这 好像在这里 你说胡处长会是被谁杀的呢 难道真是共档吗 你要真想知道 就只能来胡处长 进 许总 共档的电报 共档的电报 共档的 细胞暴露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不但是细胞的 发的是明码 而且通篇都是共产党的语气 让我们放弃卧底 欺人太甚了 共档给我发电报 这是我最大的羞辱 许总 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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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ala 行坐 出座 这些都是南京 刚刚给我们配备的 无线电监测器 这些英国的设备 我都已经调试过了 非常好用 灵敏度特别高 西安现在看来 表面平静 实际上是 平泊秋水狂澜深藏 有了这些设备 就要给西安的天空 好好地打扫一下卫生 你们记药室 是调查处的耳朵 二十四小时都要竖起来 绝不能放过 天空上一点响声 是 我闭上眼睛 就能听见你滴答的声音 一个是张公管 一个是指缘 又能怎么样呢 总不能跟两位诸侯 撕破脸皮吧 装弄作哑 得罪诸侯的事 让蒋委员长去做 不应啊 从今天起 你就得辛苦一点了 我们俩轮流值班 坐等日本人电台的信号出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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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钱主任放心 我一定保证伪作的安全 老七啊 我可是要提醒你 南京军委会可是监测到 西安与沈阳联系频繁的 日本人担心伪作 现在就把枪口对准他们 明白明白 在伪作来西安之前 我一定要让他们变成哑巴 不不 一定让他们在西安城里 销声灭迹 进来 处长 有情况 发现了一个新的电台 具体情况 老何你来说 这个新发现的电台信号 根据机型的声音特征来说 是日本间谍惯用的 密码也是日本海军 诱码的变种 能破译吗 很难 我好像上次听过一回 对了 上次局舰用的就是这种机器 也是这样的密码 只是发报的手法跟习惯不一样 你听过一回能肯定吗 可以肯定 电波声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对我们专业人员来说 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他这个 明白了 电波还在 还在 对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毫无顾忌 完全不把我们当回事 陈明灵 马上通知搜索组 立即行动 好 对了 苏干是你 他刚走 他去了上半夜 我去下半夜 要把他叫回来吗 不用了 你的表几点 是 马上行动 马上行动 老河情况怎么样 应该是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联系 或者和日本本部联系 你怎么知道 信号联名不断 清晰极切 隐蔽 隐蔽 我 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长 找到了 整个村子只有那一家开着灯但是没有人鹰 哪儿 那儿 树旁边那个 门是从里面反锁的 什么 这边这儿呢 最怕的就是 明镜与点栏目 还可以 三费 würden 你 又 pum 是啊 快 看样子走得很匆忙 没来着急收拾 可是不该啊 这次行动只有我们知道 当下机有点意思 有吗 没有 我错过了 好 处长 要不要我们几个人留在这里 数珠帝兔 兔子不会那么傻吧 处长 这个斤子 这个机器是日本最新的机器 买都买不到 带回去装备给我 以后监听日本间谍 效果更好 好 送你了 谢谢 处长 徐美玲 处长 一会儿 你去找一趟村长 告诉他我们来过的事 让他谁也不许说 如果说出去 威胁人的话 你应该逼我吧 逼我要清楚 放心吧 处长 这坡汽车能开上来吗 汽车肯定不行 摩托车可以 西安摩托车不多吧 不多 除了部队跟我们 其他的 忙活了一夜 等于一无所获 谁说一无所获啊 你们又截获了一个日本间谍小组 这个小组很可能是日本新派的 从我们截获的电台信号表明 他们正在同关东金联系 策划委员长林立西安的时候 组织一个暗杀行动 报告也这么写吗 就这么写 博英啊 我知道你心里 不屑我这种做法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西安党调处太被动了 胡汉良 葛参议的事一出 我就一直在反省 是不是我某些方面 做得太不尽人意了 水至轻则无鱼啊 我再这么下去 我成了孤寡老人不说 恐怕还要耽误你啊 君主 我理解你的做法 这么写也并非空穴来风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和鞭策 和喊破天的那种空话 有着天际之别 明白了 可是 具体的电文内容 怎么写 为了一些谎言 我找了这么多的理由 说实话 我心里也没底 你们看着写吧 要不这么写 就说这个人 是西安日本间谍组织的老大 在好几次的抓捕当中 都是漏网的大鱼 这个人三十多岁 是个资深日谍 虽然这次我们没有抓到 但是也是被我们吓跑了 这么一来 我们西安港调处 算是间接地救了委员长一命啊 军总 您说呢 不行 电影太过分 编造的痕迹太重了 总头目都被我们赶跑了 那西安城里 以后应该清静了 可是如果再抓到日本间谍 怎么办 而且目前的局势 间谍只会一天比一天多 您说呢 徐座 嗯 我应说的有道理 过忧不急啊 还是收留点血吧 是 我觉得刚才还是处长点播的有道理 就像玄作说的 过游而不及 不过我觉得报告里应该多写一写 处长是什么 费心劳神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熊菜大略 这也是事实嘛 我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 接着说 我 我一样很可怕吗 处长 其实不光我 大家都挺怕您的 但是这种怕 跟怕胡处长的不一样 说白了怕他是因为他的人品 怕您是因为您的本事 世间有两种东西最让人难以抗拒 一种是戴高帽 一种是拍马屁 一上一下 锐不可挡 吴仲明也不能免俗 嘴上不说 心里却非常舒坦 当然 他高兴的还有 自己终于完全得到了特务们的认同 这对自己以后的工作 毫无疑问 是非常有利的 这对自己的事实 也不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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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处长对吴仲定也感兴趣 我是一窍不通 也没关系 处长是干大事的 这小事让我们来做就行了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谢谢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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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冲进芷房村那间屋子时 吴仲明便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很细微 很飘渺 那是一个人身体的味道 自然散发的体味 此刻随着这股味道 在办公室里弥漫开来 朦胧的目标 在吴仲明内心变得清晰起来 这是吴仲明做梦都无法想到的目标 他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更愿这是自己的误判 哪怕这误判只有一半正确 却不要这样全部正确 处长 趁热了 处长 趁热吧 处长 我想回趟家 你来过我们家 我听同事说起过 来监视吴卫华 对对 是胡书长往来监视的 回来了 少爷 你别跑 我杀了你 不买吗 你别跑 我杀了你 全叔 怎么了这是 就是他害了毒 全叔 毒儿的事你就放心吧 一定会查出来的 少爷 你得要给毒儿做主 不能放了那兔崽子呀 你放心吧 昨天晚上 我梦进毒儿了 毒儿托梦说 你去抓日本特务了 我昨天还真去抓日本特务了 毒儿的梦 是真的呀 全叔 不 别想那么多了 你放心吧 吴小姐 没出去吧 没有 昨天早早就睡下了 我去送肉屎的时候 他已经躺下了 刚才我过去 屋里没有动静 应该还在睡吧 天凉了 您多注意身体 谢谢少爷 谢谢少爷 谢谢 早 早 早 全叔说你一直都在睡着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事 我有点头疼 可能是感冒了吧 吃药了吗 吃了 看 这么一大堆 臉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又一宿没睡 对 昨天晚上 发现了一个日本电台信号 追了一夜 终于有了眉目 那我给你追点咖啡吧 提提神 我不想喝咖啡 你可真香啊 你可真香啊 不对 那不是香味 是一种成熟的果实 是 掺杂这些 淡淡的汗 还有小孩子身上有的那种乳香味 每次我靠近你 这种气味都会引领我的嗅觉 让我很陶醉 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味道 你的味道 是啊 每个人身上 都有它独特的味道 真的是很高兴 你也不喜欢我的味道 你也不喜欢我的味道 可是我现在憎恨这种味道 这种让人绝望的味道 因为它让我证实了一个 我不愿意相信的推测 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拒荐小姐 你是杜云 仲明 我刚才说过了 每个人身上都有独一无二的味道 举止言谈乃至容貌都可以去伪装 但是对于一个深爱着你的人来说 这份味道是伪装不了的 你甚至都无法想象 我对你的味道有多么的熟悉 它时刻会钻到我的梦里 陪伴着我 所以在南京 当你靠近我的那一瞬间 就知道你是谁 我们一直都在相互欺骗 可悲 是无奈 无奈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 但不是被爱 有使命的人不被爱 这句话是你离开日本的时候告诉我的 我一直都记着 没揭穿我 也是因为有你的使命对吗 不 是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好了 带我走吧 它死在你的手上 我知了 因为我以为在日本和你一别 就再也不能见面了 可能是上天 可能真的是上天 眷恋我对你的这份钟情 让我再一次见到了你 再一次拥有了你 真的已经很满足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儿作案的报告 您过目 吴处长看过没有 吴处长今天早上才回家 还没来得及看呢 你去吧 去 等等 咱们回事 吴复央 我们家老太太的贴身丫头 叫朵儿 她死了 陈佩玲利用她 不但利用她做耳目 还骗取了那姑娘的感情 那丫头从小在我们家长大 今年才十七岁 那一定是胡汉良安排的 佩玲也是没有办法嘛 准备了 你先走吧 齐勋作 党调处欠我们武家两条人命 两条 两条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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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处长说去 不是 你以为我不敢说是不是 苏干事说得对 不敢说 多做 怎么样 新号又出现了 一时在听 你跟我来一下 有事 你怎么会想到 他 should 有事 你怎么会想到